而今年新党主席郁木铭则知道最高法院控告前总统李登辉 他指控这位前总统 宣称钓鱼台是日本的这番言论触犯了外患罪 另外明年的立委选举 国新两党如何合作 也是很多选民关心的焦点 新党主席郁木铭按铃控告前总统李登辉外患罪 不能接受李登辉说钓鱼台是日本的 前一天更派人到机场向李登辉抗议 钓鱼台当然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 郁木铭跳出来提告也替新党争取曝光度 过去几年新党坚持替新兰发声 主打泛兰团结 这是2016大选国清两党都可能有总统参选人 新党没母鸡立委如何选 只要任何党跟我们理念相同的 需要我们帮忙了 我们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 我们也努力帮他忙 特别是国民党这么大的一个执政党 当然理念跟我们一样的时候 我们牺牲新党帮他们忙 我们都乐意的 只要团结就有机会 目前国民党和清明党 已经出现协调空间 新党是否和国民党接触 协调其实很快 台湾现在因为我们参与政治这么多之后 协调其实很快 有时候协调的话 观念能够转开的话 一个会议就结束掉了 不会晚离八月底 八月底以后这个局又不一样了 合作的方式不能大张旗鼓 好像大张旗鼓的话 真的也不太好 那用我们大家赶快努力的 各方努力包括我们秘书长 或者是我本身 或者是我们这些同仁 大家一起努力 多一份合作就多一份力量 合作不需要大张旗鼓 但随着投票时间一天天接近 分来是整合还是分裂 答案很快揭晓 越南TV王世凯尤家伟黄云成 综合报道